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与一身的戎指,被宋威龙演成了一个木头木脑的模样 凤求黄,即使有人没看过书,但男主角戎指绝对听过 十七八岁的少年,有着蛊惑人心的外貌 掌控天下人心的心智,最后败在女主处于一人心 却还能用计谋把女主换回来,只是赌上了自己 宋威龙硬朗的外貌跟美丽毫无关联 演出来的深情隐忍就像个木头 加上宋威龙虽然年纪小但长得很成熟 还有突兀的喉像嘴唇,没有一点点美少年的模样 甚至连少年感都没有,宋威龙长得不丑 还是个大帅哥,但他真的不适合古装 从此,戎指这位纸片人角色在宋威龙的影响下地位一落千丈 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位绝美深情的少年 于正悔想说有一手,悔人设更有一手啊 不止戎指还有女主楚玉也被关晓彤眼崩了 二戎锦 一袭白衣锦衣雪淮玉颜色 回眸一笑天下清 一袭红衣风华绝代艳天下 玉色青城山河青 温润如玉,腹黑毒蛇 财情出众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就毁了一半 因为作者用了太多的赞美之词去夸赞男主的外貌 然而电视剧一播出 同梦时出演这容颜青城的男主一出场就被骂惨了 说实话看见剧里面男二号总叫同梦时饰演的容颈若美人就想笑 真想问问同梦时的脸会不会红 这强健的身躯都能打老虎 木讷的眼神恍若眼盲 身材臃肿双下巴 这是什么牌子的若美人 关键长得不咋地同梦时演技也跟不上 若不禁风的人设讲话中气十足 语气无节奏重音 一个调子听着人想睡觉 明明喜欢的人在眼前看不出身情只有满脸嫌弃 说话眼神飘忽 举手投足毫无气质 让网友纷纷求他把眼睛蒙上 眼灰五竹去吧 从此容颈遍路人 就算不被认同 也依旧有挥不去的痕迹 容颈随着同梦时的演绎 白月光变成一个大伤疤 三玉持龙颜 仅仅只是成光游戏戏中戏的男主为吃龙颜 却动摇了无数少女的心防他深情隐忍 他几生几世痴心守护 他高贵霸气 他所有的温柔只给女主角留营 但是 王鹤帝什么也没演出来 他只是把AI平面式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 目光呆滞的眼神 干枯毛躁的白发 雷打不动的面谈 全身谈 就算被雷劈都没有表现出一丝痛意 简直对不起脸上画的伤痕妆 真让观众怀疑王鹤帝是不是个木头 王鹤帝饰演的龙王大人威力无穷 直接震惊到出圈 把他和玉持龙颜牢牢地捆在了一起 毁了玉持龙颜 也让他在那余影视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 陆雪奇 朱仙 在没有影视画史 陆雪奇在书粉的形象是刘亦菲小龙女的模样 作者在小说中用了无数赞美之词 来形容他的外貌白衣如雪 相貌极美 九天仙子 清丽出尘等神仙用词 杨子和李沁不同于以上演技不过关的男演员 而是外形上差距太多 美女的形象化是最能直观地让观众了解的 就如同金庸邀请刘亦菲眼王语焉 小龙女时 说到只有她演 才能让观众知道金庸没有胡说八道 至此刘亦菲的小龙女封神 小龙女一次成了形容词 而陆雪奇却封不了神 因为没有人如同作者形容的那样 把她演出来 杨子样貌只能演林家女孩 可爱灵动 李沁清冷的气质相似 但样貌带着苦相不说 那如同把麻袋做成窗帘穿在身上的造型 跟九天仙子的形容词还差了距离 五蓝忘记 问灵十三载 等一不归人 肃尽寒光君蓝战的深情 他雅正端方 逢乱必出 美如关玉 肃一若雪 是所有世家弟子的楷模 王一博因这一角色一跃成为顶流 可见他的人设有多棒陈情令大火 并不是权归于王一博多么符合这个角色 而是剧情的还原以及单改市场的稀缺 一开始出场的王一博没骂得体无完肤或原著 造型难看 其实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王一博不适合古装 身高没有肖战高不说 模样五官跟俊雅两字毫不沾边 因为大火 粉丝四处安利王一博的蓝忘记 让蓝忘记与王一博用上了同一张脸 在王一博没有演蓝忘记前同仁图是靠书粉心中想象的模样 各有各的帅气 演了之后变成王一博的专属脸了 是要捆绑到底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样的捆绑消耗的只是蓝忘记这个角色而已 六张启玲 张启玲是所有纸片人里面续最后的 到现在还有很多书粉提起他 主要的原因就是饰演他的人实在太多 从最开始盗墓笔记一的杨阳到现在 藏海花 的零零后新人张康乐 那是演的各有各样 南派三叔这个IP大 有很多部 几乎写尽了无邪的半生 张启玲这位强大神秘 守护无邪的男主角之一 成为书粉心中的神 很多年轻小鲜肉都演过 杨阳书在遮住半边脸的非主流造型 井百然土到爆炸灰不溜秋的造型 萧宇良算是符合书粉心中的模样 还有将就的黄俊杰 以及争议较大的陈毅 赵志伟 现在连位出名的新人也要用他来给自己提名气 张启玲这个角色是真的惨 谁都想去插一脚 书粉都已经躺平任其糟蹋了 看小说看漫画 倾注心血在纸片人身上 是让身在现实生活中卑微的粉丝做一场美梦 将所有美好都灌输在他们身上 让寂寞的内心有一个寄托 因为都知道纸片人太过完美 不符合真实两字 只是寄托美好而已 然而制作方无情的碾碎粉丝内心的白月光 怎么不让粉丝内心愤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